看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来自祖国的北疆 彦深的城市 丹东 今天我们来到中国梦想秀 不为别的 就为实现我们的梦想 我们要用全身新的爱来迎接梦想 认为爱去有五百里的力量 我们的爱心应该都奔奔你们 今天我们的表演会怎么样 好和好 明天好 越来越好 今次我们要唱歌 我们来了 耶 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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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上左转 大家好 波波老师好 好 很好 非常好 我介绍了你 真好 嗯一三 正好 你们好 欢迎你们 真主 Alison 我们来自的辽宁丹东 去丹东阿里朗酒店的服务员 阿里朗自我介绍 阿里朗 rock 阿里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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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ive explo 二郎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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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想 為什麼我們每個人都這麼急呢 我很奇怪 你們剛剛這個自我介紹 特別的整齊 但是我真的沒有聽清楚 我有一問 如果我再問一次 你們還能夠做得像剛才那樣 如此的整齊有力 想料嗎 可以沒問題 來一遍 阿朗基督自我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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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我沒有任何人出來 我看看這個四個好嗎 沒有沒有你過去 再來一遍 好了 阿老爺要出來自我計上 阿老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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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噁心 好震撼喔 很震撼 但是我 我這麼近的聽 我都沒聽清楚他們在講什麼 好 剛才這個自我介紹非常的精彩 我一個都沒有聽清楚 那接下來 要給我們帶來什麼樣的表演 帶來我們的 集體精神面貌展示 好舞臺交給你們 請你們展示 是 你右邊拍的位置 笑看去 下天看 去帶我們大家晚上好 好和好 非常好 越來越好 黃不停 我們的對面是 愛華 我們的對顧視 愛了愛了我最強 愛的愛了我最棒 愛了愛了我最強 姜姜姜姜姜 在我的地方 你是 不要 funded 離minister 我们的田鲁只能尘 高都是红红人 我们的田鲁rica都能尘 高都是红红人 我们的田鲁ικ 楼子辎mark 考都是红人 楼的押价a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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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还没鸡 起 cause 都有危险 看到 看着 羊子嗨 羊子 Taxi 入ês 又彩子 救出 烈 走 第二这修 一、兩 準備 愛了願光空乾空 一、二 愛了願光空乾空 憂多遺憾上正天 非命遠光周先進 征風破浪永消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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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兩 又變對象 一、兩 我們的工作裡面是 開始 愛冷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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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不可 愛不可 走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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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是小明瘋啊 飛起來八十鐘啊 飛啊 飛啊 是 別人選 沒有 我們想要怎麼做 把 Nu我走遺憾 你的 戒憾 你的 分捨裡面 閃子 分槌 Does anyone Heaven Hub 步伐把我轰下去了 波波老师 我还曾经在 那种喧嚣当中 我想问一下 你们饭店有二楼吧 有 你们二楼的动作 跟一楼的动作是一样的吧 有 那么你们是砖瓦机构呢 还是钢筋混凝土机构呢 你们二楼这样 这个一楼怎么吃饭呢 我们这是电器清点的表演 平时活动的 十年一次的表演 漂亮 我本来想一碗光面上来 二楼几桌一桌 变成胡椒面 这个蛮有意思 我单东的 对 让我看看 我看我准不准 这里面肯定有很多险筑的 对吧 应该吧 您猜猜呢 猜猜你做的应该就是险筑姑娘 你好 波波老师 我不是险筑人 我说你身边的就是个险筑姑娘的亲戚 不是 你们里面至少我想我大概看一看 你至少里面 你们这边有22个人对吧 对 22个人你们22个人当中你们至少有11个是险筑姑娘 我说百分之五次 是啊 百分之零 不 老师 想不到你们是浅 你们是浅浮在显著地区的汉人了 对 刚刚这个表演挺有意思的 怎么想到这样表演的 这是为了我们十年电庆准备的一个表演 这代表了我们爱狼精神 姑娘们我们爱狼精神 姑娘们我们爱狼精神 千亿夫妻 非孝福 耶 升 我们看到波波老师高兴吗 开心吗 123 3 1 123 4 5 6 7 很新 耶 升 我感觉是一帮幼儿示范的人 看我一个流鼻涕的幼儿园中班的孩子 好了姑娘们 来告诉我们你们的梦想是什么 希望能拍一个公益广告 推广光盘行动 并且能在浙江卫视播出一下 拍一个公益广告 就是环保 节约粮食 叫光盘行动 对 这个已经在你们之前已经播了 因为我一周里播就已经说过光盘行动了 你知道中国每年要浪费的粮食有多少吗 这个我不知道 我看过一数字说是可以养活很多人 养活两亿人 对 养活那么多 在这个地球上每六十秒钟 就会有一个人一条生命 因饥饿而离开这个世界 而在中国并不富裕的国家 发展的国家 我们还在浪费 中国每年浪费的粮食 可供两亿人口粮 波老大师 我们请求展示一下 光盘行动的舞蹈 那个这个节目我们提前有牌 我们可以演一下吗 来 好 要不就掌声谢谢波老师 风仔演示行动 立定 我们的行动人是 保证完成任务 我们的行动人是 保证完成任务 我们的行动人是 保证完成任务 切保证 去选场 去奢侈 光盘行动 美名羊 合力点餐 不浪费 绿色搭配 更健康 大气秀 美心丹东 十美十慧 安理了 富足不忘 艰难日 加运希望国财荣 加上 加上 叶 上 好 好了 姑娘们 向梦想前进 准备 先到 让梦想照亮现实 姑娘们 你们好 其实我们说 那个阿里郎 我们不会想到 企业的名字 你能不能告诉我 阿里郎 是什么概念 现在就是说 在朝鲜 会有阿里郎节 它的古老的传说 就是在战争年代 男子出去打仗了 然后这个女子在家 特别期盼 丈夫能平安跪来 每天就在家里 唱那个阿里郎 那个歌 就是这样的 阿里郎是一个 美丽的故事 对 然后你们带着这个故事 想去参加 你们力所能及 但是又与众不同的 一次光盘行动的 形象大事 是 我觉得真的是蛮靠谱的 我只反对意见 我只反对意见 你只反对意见 对 是的 OK 请讲 是这样的 光盘行动 我是支持的 但是我不建议 由他们来实现 这个梦想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会用这种方式来作为洗脑 饭店业 发廊业 这些 我觉得如果说过度的去强调统一性 纪律性的话 其实对于抑制 这个人的个性是有损害的 OK 所以说我觉得光盘行动是件好事 我支持 但是如果说你们这种精神 就这种集体的这种洗脑 我称之为洗脑的行动 我觉得如果说就是让大家去效仿的话 这是一件坏事 他认为你们被洗脑了 或者是类似于洗脑的方式 在整体的怀疑 你讲 罗老师 我是这样想的 可能挺多人不理解我们 包括这位先生 因为我们吧 大部分都是 来自于农村 对 都是农村出来的 因为中学毕业了嘛 就要出来工作了 所以说就是说 有的时候吧 特别内向 就是自信心也不强 就是会有的时候 会多少有一点自卑感 就是他们刚来的时候 其实以前他们不是那种精神状态 他们刚来的时候 可能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了 就是说面对顾客 沟通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困难 就是他们 踏入社会了嘛 也会遇到很多障碍 所以我就带着他们 做的超啊 或者喊了口号 这样他们的性格 就变得外向了 其实我们这次来到 梦想秀的舞台 我们酒店停业了四天 就影响也挺大的 但是我感觉 有这么好一个舞台 可以让他们站在上面 才嫌自己 其实 其实我觉得 对他们来说 是种自信心的增强 就是大伙都知道 服务员是吃清顺饭嘛 就是我们 在这个行业上 也许不会干得太长 就是 总有一天会离开这港 也会离开阿里郎 但是我希望他们能 带着很强自信心 踏入这个社会中 去参加别的行业 因为他们以后的路很长 这也是我 就是来梦想秀的 一个梦想 没有人看不起你们 我觉得 或者是如果 看不起你们的话 那是他们的问题 真的不是你们的问题 我当了四年的餐馆服务员 上大学的时候 就是这样养活自己 上这个学校 你们现在这个集体 刚才这个经理姐姐讲的 这个培养大家的自尊心 等等这些 本身是很伟大的工作 正在做很伟大的事情 刚才你们做了共同的动作 也许被 被一位 见过太多风雨 和看过太多虚伪的先生 认为你们是在作秀 或是已经被洗脑了 一群很淳朵的姑娘 来自于农村 想起家里面可能还有吃不饱 吃不饱 吃不饱饭的 亲戚 孩子 兄弟姐妹 但看到城市里面的人 在这样的浪费 他们心里面因为有体会 所以才会难过 然后变了这么一段 比较有创造力 但又有集体感 有归属感 能够互相依托 能够呐喊出信心的一个节目 因为现在不真实的东西太多 其实 只要是公众社会 只要它是公众平台 如果它有虚假的 它一定也有真实的 问题是 现在许多虚假 未被人识破 而许多真实 却受到了伤害 我在这里 我宁愿相信 这些姑娘 是为真实而来 而不是为作秀发疯 无论是谁 都有自己的梦想 梦想不是故事 梦想 就是一句话 梦想是接力 让他们说出 自己的梦想 不是集体的梦想 这里不缺高尚 这里不缺高度 不缺境界 这里呼唤的是真实 哪怕是可笑的梦想 但希望是自己的梦想 好吗 让我们有这个机会 了解你们 我们从来就陌生的群体 让我们知道 你们真实的梦想 哪怕很卑微 好吗 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的梦想就是 希望我爸妈 能够健健康康的 我们家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我的梦想 不是为了我自己 我是希望我小弟能好好地学习 以后能考上大学 希望他以后有一个好的发展 然后不再让爸爸妈妈辛苦 我现在的梦想就是 因为奶奶生病了 我希望她身体会靠不住 让我们有机会 会孝顺他 其实我的梦想很简单 只希望自己的父母 可以过等 可以身体健康 我呢以后呢 可以有个美满的家庭 有个疼爱我的丈夫 这就是我的梦想 我的梦想其实很简单 谢谢 第四个姑娘 你告诉我你为什么哭 是什么让你流泪的 我的梦想就是 别人可以认可我 因为我们没有学历 没有长相 然后我们只能平凡地 就是做一个服务员 很多人都瞧不起我们 认为我们很低位 然后做最底层的工作 但是我认为我们的工作 不平凡 你的梦想是什么 妹妹 我的梦想就是 想将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希望我的爸妈 重新在一起 希望你的爸妈什么 重新在一起 有些离异家庭的孩子 我死 不哭 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你下面为孩子 妹妹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希望我的父母 有一个好身体 然后就是靠我的努力 然后带父母去 游三碗水 就行了 不过老师好 我的梦想是希望以后赚很多钱 可以养活我的爸妈 因为从小都是他们在照顾我 等他们老了以后 我想呵护他们 相信你们的女儿 我可以的 我梦想很简单 我们家很穷 弟弟从18岁就去当兵了 当到现在 也没复原 就是因为留不对嘛 收入肯定是比外边能好一些 完了之前也没找对象 我就希望在这里洗个宴 我能给弟弟找一个对象 让我们爸和我妈能够放心 也不用在家里那么操心 怕我弟弟找不着对象 带着我离爸爸妈妈吃遍所有美食 好 往下 谢谢 我的梦想就是希望我的父母 能少一些辛苦 自己能有一个幸福的会议 我希望我姐找一个好点人 嫁了吧 我希望我的哥哥 从此以后能够变得懂事 让我父母少操点心 我希望我的小弟可以健康地长大 我希望有一些人 能够通过我们而启发一点 就是说能节约一点 因为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女孩 我的父母都是种地的 我知道他们的辛苦 如果大家每个人都能稍微节约一点的话 也许他们就会少受一点累 少种一些地 你看到人家一盘一盘这个白饭 菜网里面到底是什么心情呢 就像父母的辛苦 就让他们白白就这么扔掉了 扔掉的是父母的汗水 你有因为这个事情骂过人吗 因为我们是服务员 如果我们想要客人打包 客人生的菜要想让客人打包 如果客人不打包的话 我们也不能跟客人起争执 因为我们就是一名普通的服务员 就是你们只能打包 不能不平对吧 对 不要认为他们穿一样的服装 做出一样的动作 他们的梦想就会幼稚 有的梦想是很幼稚 但是幼稚的梦想至少是真实的 来 继续 我的梦想是 我很喜欢我的同事小伟 然后 我希望他做我的嫂子 小伟是哪一位 举手 希望他做你的嫂子 我 就是你哥哥喜欢他 但是他还没有接受 是我喜欢他 我认为我哥会喜欢他 你总会把你哥哥婚姻当包办婚姻做了 不是 我觉得他帮助我很多 我们在一起很团结 然后他很善良 我觉得 我也有一个很虽爱的哥 所以 我太喜欢大碗房 然后我家有四间大碗房 你希望你哥哥能够喜欢他 因为你喜欢他 因为他善良 因为你哥哥也善良 这就是你近阶段的梦想 希望能做他的 小骨子 小骨子 好 妹妹 你的梦想是 我的梦想就是 我希望我用我自己的双手 攒钱 然后带着我的父母 可以出去旅游一下 不管是多 不管 也许不能攒那么多钱 走不了那么远 但是我就希望 带着我的父母一家人 能够去他们小区的地方 不用像现在一样 那么辛苦 为了攒钱 然后也不舍得那么花吧 可能说 家里只有自己一个孩子 最后一位 我想靠我自己的双手 情分的双手 挣到的钱 带着我们丹东 买一个房子 各位梦想助力团的朋友们 还有各位梦想观察团的朋友们 在这里我说 我觉得今天非常特殊 这是我第一次 我已经做了三季中国梦想秀 第一次在同一空间 在同一时间 对22个来自于我们社会 最最基层的 普通的 穿着同样服装 来自同一个单位 甚至于来自于同一个城市的 这些姑娘 聆听他们的梦想 大家听到了22个梦想 无外乎 父母健康 哥哥 弟弟 姐姐 能够有幸福婚姻 有没有看到 这个22个姑娘 很少能够对自己的梦想 做出版 她们所有的梦想 都基于她的家人 和她周边人幸福 或者不幸福 我想这就是中国人 中国人的梦想都很沉重 因为中国人的梦想 里面很少能够找到自己 中国人的梦想 永远是为了别人 或者她认为 只有别人好了 她才好 我不知道这到底 是一种崇高 还是一种悲哀 但至少 我们看到了这22位姑娘 她们的淳朴和善良 如果在这个时候 我还想问你 你看到的是作秀 还是善心 我感谢中国梦想秀 因为在这个舞台上 不光我们做的 不光是帮助选手圆梦 其实也是一个选手 反过来教育我们的过程 其实我以前 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只是凭我过去的经验 恶意的判断 这是一个洗脑 不过你没有恶意 我相信也许教他们的人 并没有他们想得那么纯洁 但我相信他们是善良的 但是我今天看到了一个个 鲜活的富有个性的生命 感谢中国梦想秀 我会支持你们 你们的梦想中 有没有愿意带父母 出去旅行的梦想 有的请举手 如果说买240票的话 我帮他们实现这个梦想 取历 请你取历 请问你是什么单位 我是乐图旅游网的 副总裁潮西 乐图旅游 你们是搞旅游的 对 是的 想明白吗 小伙子 生意现在比较难做的 可以分批让他们去旅游 因为如果一起去的话 你们翻业又要停业几天 感谢你们 让我们在 在一个很平淡的节目的氛围当中 看到了梦想的光芒 你们愿意留下为 自己的梦想 为和你们一样梦想的普通人 去喊出真实的梦想的心声吗 对着 我作为浙江卫视中国人的 梦想大使 我在这里 我个人为台里面决定一件事 我 帮你们来圆梦 当然 如果你们的票数 超过240票以上 我这个梦想 就可以启动 我在这里 邀请你们 就在明天 在离开杭州时候 为我们浙江卫视中国人 以你们这种方式 帮我们浙江卫视中国人 为梦想拍一段公益广告 这个已经超越企业 超越你们个人 超越你们集体的梦想 它将成为普通老百姓的 一个梦想的图腾 也许是 什么什么什么 肢体节奏都不变 但是 它会有更高的境界 更朴实的目标 新闻有好运 只要超过240票 我就帮你们现场圆梦 准备投票 5 4 3 2 1 开始 我让你却取得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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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带着你们的父母 去优美的地方 我现在代表 这将为是圆梦伴 正式邀请你们 不管明天是刮风下雨 还是艳阳高照 你们都将出现在 美丽的西子湖伴 各位娘们好好玩 祝贺你们 来 好了 姑娘们 这个时候不要再流眼泪了 我希望你们用最灿烂的笑容 来迎接属于你们的圆梦证书 好美丽 好 不要动 小心 小心 音乐为姑娘们送行 谢谢 二十二位年轻单纯的丹东姑娘 希望这次梦想之旅 能为你们今后的人生语图 带去更多的力量 成功了 好美丽 好美丽 好美丽